Hello 前幾天我走超市 看到有特價的鱸魚 6折 大概12元港幣 也有一大條 所以那晚決定做一道清蒸鱸魚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清蒸鱸魚 我覺得清蒸鱸魚是最簡單的 我也有懶人的方法去蒸 首先材料需要一條鱸魚 一扎的蔥 還有一些薑蓉 多年不少也有豉油 首先我們把這個蔥切斷 因為鱸魚我是在超市買的 所以很方便 你只要打開 然後洗一洗就可以了 內臟的鱸鱸 讓人家幫你 便會洗完 材料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 你其實只需要洗魚 和切蔥便可以了 之後就把薑蓉 因為我懶得連薑也不想切 所以我就買這個薑蓉 舀一斤去鱸魚 之後就加一點醬油 看你自己喜歡加多少 你喜歡吃鹹還是沒那麼鹹 之後就把薑蓉塗在魚身上 用隻手 還有塗一下魚肚 把薑蓉塗進魚肚裡 然後就把蔥放在魚底部 沾著它 之後就把薑蓉塗進魚肚裡 然後把剩下的蔥放在上面 這樣就完成了 我太懶了 所以我順便拿一些 之前煮的蔥的水 煮滾了就來蒸魚了 這個蒸魚 蒸1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是不是超簡單呢 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個蒸魚是非常方便 而且是好吃的 今天這個清蒸鱷魚很成功 我老公吃完之後 讚不絕口 他說很好吃 知道嗎 照顧 是吃肉